中国作为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古老奇迹 真的算是数不胜数了 诸如金航大运河 万里长城 乐山大佛等等 这些都是凝聚着古人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重新认识一下 被作为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万里长城 说到十万公里的长城 十多小伙伴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 毕竟这是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 都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 甚至有这样一句话被老外们口口相传 不到长城非好汉 因此就算没能亲眼看到长城 也一定在各大影视作品中看到过他的影子 据了解 在各种小长假期间 长城单日接待游客的数量 就能达到6.5万人次 不过虽然每天有这么多人来参观长城 但是能够真正走到长城尽头的 却少之又少 因此大多数人只知道长城东西压禄江 西至嘉峪关 但是要问到它的尽头到底在哪的时候 只有很少人能回答出来 其实长城的尽头是延伸到大海的 在山海关城南五公里的地方 我们就能看到这条长龙的尽头 远远望去除了对这座奇迹的感叹以外 更多的其实还是对古人的佩服 面对这样一座十万公里的浩大工程 别说是古代 就算放在今天 也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工程 也正是因此 长城才被评为了世界七大奇迹之首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兴趣到长城的尽头看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的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